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开始 女主和闺蜜放学的路上聊起了关于涉谷地区小沙的传说 传说有一个手机号码是小沙的号码 只要给她发送短信 你就会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 在学生时代 这种怪力乱神的传说确实也不少 而我们的女主却并不在意 但经不住闺蜜的怂恿也随意的发了一条 随后回到了家中 女主正在做作业 这时接到了闺蜜打来的电话 闺蜜告诉女主传说真的应验了 闺蜜暗恋许久的帅哥竟然主动约闺蜜喝咖啡 女主也由衷的为闺蜜感到高兴 难道冥冥之中真的有神明相助吗 这时女主接到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上面写着我是小沙 我这就去找你 女主认为这可能是哪个熟人搞的恶作剧 第二天女主就把这件事告诉了闺蜜 闺蜜神秘兮兮的告诉女主 这个小沙虽然被称为爱情之神 但其实是个被残忍杀害的可怜女子 所以很邪门 女主一听就吓坏了 谁知闺蜜没忍住笑了出来 原来闺蜜是在骗女主 闺蜜也认为这只是一场恶作剧 让女主将此人拉进了黑名单 女主这才放下心来 晚上回到家中 女主又收到了那个自称小沙的短信 说自己就在女主的楼下 女主壮了胆子拉开窗帘一看 并没有人 看来真的是恶作剧 谁料此时 女主又收到了一条短信 上面写着 我是小沙 我就在你的身后 女主慢慢地扭过头 一个烂脸烂手的长发女鬼扑向了女主 第一个故事到此结束 好了 我们接着看第二个故事 冰淇淋 故事开始 这天的晚上 女主的爸爸妈妈不在家 家中只有女主和妹妹 两人正在吃晚饭的时候 电视里播放了一条新闻 说本地出现了一个变态杀人狂 专门针对年轻的女性下手 让居民们注意防范 警察正在通缉此人 看完这条新闻 女主赶紧下楼锁好了门窗 并安排妹妹上床睡觉 但妹妹此时还不困 一直缠着做作业的姐姐讲故事 女主不胜其烦 吓唬妹妹说再不睡觉 就给她唱关于小沙的儿歌 说完还哼唱了几句 这可把妹妹给吓坏了 生活在涉谷地区的孩子 都知道关于小沙的恐怖传说 于是妹妹赶紧蒙上被子睡觉 女主继续做作业 接着妹妹不小心把玩偶小熊吊在了地上 于是让姐姐帮她捡一下 女主趴在妹妹的床下摸索了一会儿 然后忽然起身 拉起妹妹的手说要带妹妹去买冰激凌 接着就一路狂奔出了家门 路边正好停着一辆警车 女主和警察说 在妹妹的床下发现藏着一个人 怀疑是那个杀人狂 警察让女主和妹妹在车里等待 她去调查一下 警察走后 女主忽然听到前面副驾驶上的另一个警察说我要杀了你 在看正驾驶的座位上 出现了一个烂脸烂手的女鬼 正是小沙 故事到此结束 接下来是第三个故事 向往的人 故事开始 男主是个大学乐队的主唱 这种又帅又才的男孩自然很吸引女孩子的注意 这天男主和其他的乐队成员步行前去排练 在路过一栋写字楼时 男主感觉有人在拿镜子晃自己的眼睛 抬头一看 在写字楼的第五层的窗户边 一个美丽知信的女子正在看着自己 而所看到的反光正是从女子脖子上的项链所发出的 男主有些村心荡漾 就连同学小爱和自己打招呼都没有听到 而小爱对男主一直都有好感 晚上小爱主动找男主约会 并向男主表白 但男主毫不留情地拒绝了小爱 在男主走后 小爱伤心地哭了 此刻在窗外的女鬼小沙正默默地盯着小爱 第二天 男主一个人又路过了那栋写字楼 不由自主地就抬头一看 那个美丽的女子又在窗户边看着自己 男主忍不住挥手致意 女子竟然也朝男主微笑了一下 看来是狼有情 妾有义 男主赶紧冲上了大楼去找女子 结果却发现这里一片狼藉 空无一人 门上还写着公司倒闭 男主正在纳闷 门忽然打开了 男主走了进去 往窗户边一看 只见那名女子竟然上了调 而且看起来死了很久 男主吓得赶紧就跑 回头一看 女鬼小沙就在自己的身后站着 故事到此结束 接着是第四个故事 头臂是储物贵 故事开始 女主和闺蜜参加了一个朋友的聚会 大家在KTV唱歌喝酒很热闹 在聚会中 一个怪异的猥琐男一直盯着女主看 这个人女主和闺蜜都不认识 应该是朋友的其他朋友 女主感觉被盯得很不舒服 就和闺蜜提前离开了 这时闺蜜收到了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 说在涉谷的某条街上有个头臂是储物贵 一个孩子被遗弃在了那里 爸爸妈妈不要他 收到短信的如果能帮忙收养是最好了 如果不能就帮忙把这条短信转发出去 不然就会死全家 哎呦 真是一条恶毒的垃圾短信啊 女主和闺蜜对此视之以鼻 不过女主觉得这里离那个储物柜不远 不如过去看看有什么特别 于是女主一个人来到了这里 只是一个普通的储物柜而已 并没有什么特别 谁知在转身后 那个猥琐男竟然出现在了女主的面前 猥琐男对女主说要得到她的身体 女主被吓得落荒而逃 三年后 女主竟然真的和猥琐男在一起了 缘分真的是妙不可言啊 这天女主猥琐男还有闺蜜三人一起吃完晚饭 在回家的路上又路过了那个投币室储物柜 女主鬼使神差的让猥琐男和闺蜜先走 自己却走到了储物柜的跟前 这时一个小女孩站在柜子旁捂着脸哭泣 女主好心上前询问 小孩一抬头竟然是女鬼小莎 小莎拉着女主说要得到她的身体 然后就扑向了女主 故事到此结束 好了 今天就先到这里 关注涛哥 明天继续给大家讲解剩余的三个小故事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 这次是一个小伙伴记得是带戟的 请注意 感谢观看